多谢廖弟兄为我们读出的经文 再一次和大家讲声早晨 今天比较特别 天气真的不是太好 当我一起床的时候 一看到要铲雪了 铲少少了 因为还在下跌 铲了几次雪 不过今年第一次 第一铲 铲了地 小小小一没问题 你看到我走得站得完全没问题 怎么都好 今天能够和大家可以在教会 能够相聚去敬拜神 都是神的恩典 做一次感谢大家 能够来到教会去赞美神 也都感谢敬拜队 给我们带领我们唱了很多 令人兴奋令人感恩的音乐 让我们特别恶 今早开始的时候心情都有一点沉重 但是唱完歌之后 真的觉得原来我们有耶稣 一切都可以能够解决 让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 天上的包库我们做一次感谢你 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你的旨意超出 我们所能明白 让我们无时无刻都是仰望你 去敬重你 也让我们能够回到教会 去赞美你 今早上虽然天气不是太好 也让很多的大英姊妹 因着各种原因不方便来到教会 神下我们知道你有怜悯 你让我们在不同的环境 不同当中 有同一个心智 同一个心灵 去赞美我们的神 也都求你 在我们身上继续 是施怜悯 让我们每一天都去经历你 也都求你 用你的说话 去鼓励我们 能够每一天都懂得 去跟随我们的神 我们的主 我们这样祈祷 奉我主耶稣基督之名 而求 阿们 各位早晨 过去几星期 我有机会参加几个葬礼 每一次去到这个葬礼的时候 他们都分享 有不同的人去分享 关于这个逝去的人 的一些生平事迹 但是很多时候 最后他们都说同一个说话 他们都说 期望在天国再相见 当我听到这个说话的时候 我心里面很感动 因为有一些 离开了世界的朋友 或者弟兄 或者姐妹 其实他们很年轻 他们可能在世上 还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 但是 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们家人 的确实是很悲伤 但是到最后 他们在心里面 有这句说话 说了出来 因为他们知道 有一天 都能够再一次去相遇 跟着我想 在世界上 可以这么说 只有我们的基督徒 在我们的基督信仰 才能够有这么好的把握 能够讲出这个说话 我们能够在天国当中 再次相遇 我们能够讲出这个说话 也都因为 主耶稣 讲出一句 可能 跟羊羊福音三章十六节 一样这么多人认识的说话 也都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其中一句 羊羊福音十一章 二十五节 他这样说 耶稣这样说 復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这句说话 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 也都影响了在座每一位 跟随耶稣的人 有时我们要想 我们为什么跟随耶稣呢 我们从福音书里面 学到很多个故事 很多个教导 可能在福音书里面的 很多个故事 令到大家觉得 耶稣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物 也都是很奇妙的人物 如果只是单单看一样福音 我们已经知道 是耶稣基督 行了很多的神迹 当中 有几个是特别的 在这里 我不会逐一跟大家分享 但是会让大家在这里看到 耶稣一开始 祂能够把水变走 表达到祂能够 有创造的能力 接着下来 有医治 这个大神的儿子 故事当中 很奇妙 耶稣基督 甚至乎没有见过这个儿子 只是一句说话 这个大神的儿子 虽然远离耶稣很远 但是因为耶稣一句说话 祂的病得到医治 接着下来 这个故事 一个痰瘟了38年的病人 也都因为神的怜悯 耶稣基督的怜悯 不会因为祂已经痰瘟了38年 神的能力被削弱 神也都在祂身上 行了神迹 让祂能够再次起来 行走 接着下来 另一个很出名的故事 五饼二鱼 数千人 甚至乎有些人说 圣经说五千人 五千的男人 如果加上女士或者儿童 甚至乎上万人 因为耶稣的大能 被喂饱 接着下来 也到耶稣显露了 祂能够家于 自然界的力量 能够在水面上行走 最后另一个的神迹 耶稣将一个 由一出生已经看不到东西的人 医治 当约翰放下这些 那么多的神迹的故事 在约翰福音当中 他不是随随便便 去写下这些故事 约翰是有他的目的 当他写下这些所有的故事 希望帮助每一个 读约翰福音 或者读约翰书信的人 都明白一件事 但记者说是 要叫你们信耶稣 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凭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 得圣明 到这里为止 其实约翰已经将 神耶稣的大能 很充分地表现出来 耶稣能够 驾驭大自然的力量 耶稣能够 有创造的力量 耶稣能够 医治一个人 甚至乎不需要见到 不需要看到 耶稣能够 直接讨过 可以喂饱 想慢的人 耶稣能够将一个 从来没有看见过 任何东西的人 都可以医治 所以还可以说 问世间 有哪一个人 有哪一个人物 能够做到这些事 耶稣已经 显露了 他神的大能 但是 有一件事 是很重要的 在哥林多前书 也提到 我们若靠基督 只有今生有盼望 只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刚才耶稣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人生里面发生的 可能我们真的需要 耶稣去医治 可能我们真的需要 耶稣去供应 可能真的耶稣 要在我们身上 又没有变有 这都是 身上要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对耶稣的认识 只是希望 他在人生里面 做一些事 保罗说 是不足够 甚至乎 比众人更可怜 因为耶稣的大能 不单止是这样 而是超越了 我们人生需求 的一切的事情 所以哥林多前书 也提到 尽没了所毁灭的仇敌 就是死 当保罗要说 耶稣是我们需要信的 我们一个最大的问题 人间最大的问题 就是神 如果耶稣你是神 你能不能够战胜死亡 你能不能够战胜死亡 所以 我相信当 仰汉写出第七个 神迹的时候 他心里面就知道 耶稣的大能 不单止是人生里面 为我们解决事情 不是在人生里面 为我们供应 而是向人类最大的敌人 去挑战 给我们知道 耶稣能够使死人复活 接着下来 你可能这样想 其实圣经里面 都好像发生过 有人能够将死亡 复活 大家如果去旧约 有熟悉的 可能记得 以利亚、以利沙 都好像能够将人 将一个小朋友 从死亡复活 好像真的发生过 接着下来 大家也再想起 甚至乎耶稣 在第二段经文 都救过两个人 从死亡复活 比如说在《路加福音》也提到 叫拿恩成寡父之子复活 那天当耶稣和门徒在路上走的时候 这个寡父的儿子已经死了 刚刚准备出品 拿去这个埋葬的地方 耶稣就说 少年人 你起来了 所以耶稣 是能够 曾经将人从死亡复活 甚至乎另一个故事 耶稣叫艾露的女儿复活 这个艾露是一个管堂的官 她的女儿就快死了 所以她很心急去找耶稣 耶稣这次不是单单说 你回去吧 你这个女儿行了 她这次真的去到家 带着保罗 若翰和她的父母 去到这个女儿的地方 当她踏入这个家庭的时候 其他人说 不用了 耶稣不用来了 你这个女儿已经死了 但是耶稣说 大家不需要紧张 闭口 这个女儿只是睡着了 所以她带领 彼得若翰和她的父母 去到这个女儿的房间 也都借着神的大能 这个女儿 也都因为耶稣复活了 但是这些故事 和若翰福音 这个故事有什么分别呢 可以这么说 可能最大的分别就是 他们都刚刚死了 刚刚死了之后 耶稣就去拯救他们 更重要的 究竟他拯救的时候 那些门徒 能不能够明白 耶稣是哪一个 能不能够知道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要荣耀神 所以 可能耶稣要借着 最后这个特别的神迹 去教导他的门徒 今天让我们去看 这个特别的神迹 刚才我们一读的经文 在约翰福音11章17节 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如果看到 耶稣到了 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 已经四天了 在这里停一停 首先大家如果真的 有兴趣再看这个故事 或者大家都知道 这个故事的开始 不是在11章17节 而在11章1节 让我一读给大家听 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 住在白大利 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 玛大的村庄 一开始 约翰就告诉我们 这个家庭 原来这个拉撒路 和玛利亚和玛大的有关 而在圣经里面 也让我们有机会知道 耶稣基督和这个家庭 很好的关系 而玛利亚和玛利亚 也有很多机会 去聆听 耶稣的说话 其中一个故事 当耶稣 去到他的家庭的时候 玛利就很 很专心地在耶稣的脚前 去听耶稣的说话 而玛大利 玛利亚 对不起 玛利亚就很专心 听耶稣的说话 姐姐玛利就很忙碌 这样去做事 去招呼耶稣 当中的故事 耶稣提醒我们 耶稣的说话 一切都更重要 但怎样都好 圣经里面 也比我们更加看到 一样东西 就是耶稣和这个家庭 是有关系 他一早已经和玛利亚 有密切的关系 可能好朋友 也都相信 和拉塞路是认识的 但是经文里面 告诉我第一章 十一章第一节 当时拉塞路是病着 病得很严重 所以他们的姐姐 两个姐姐 就派人 去告诉耶稣听 当时耶稣 不在巴特里 在一个远一点的地方 去派人 告诉耶稣听 你所爱的拉塞路 就快要死了 或者病倒了 耶稣一开始 你会听到 这件说话的时候 如果你是耶稣 他身边里面 一个这么重要 这么认识的人 可能你会说 为什么他不立刻 要去到那里去医治呢 很奇妙 在第三节 耶稣的回应就是说 这病不至于死 赖事为神的荣耀 和神的儿子 因此得荣耀 耶稣一开始的反应 原来 这个病是不会致死的 而且 是会 藉着这个病 这个机会 神得到荣耀 神的儿子 也都得到荣耀 接着来 耶稣就 留在他原本的地方 继续做他的工作 但是没多久之后 他跟他的门台说 现在我要去了 我要去 拉塞路的地方 他说 他已经死了 他已经死了 可能大家听到这里 很奇怪 耶稣 你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你是知道 拉塞路会死的 为什么你会延迟呢 为什么你不早点去呢 为什么你不立刻去呢 拉塞路就可能不会死吗 耶稣在这里 没有完全去解释 但是他藉着这件事 给我们见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当他要带领他的门徒 去到拉塞路 经过了四日 去到拉塞路这个地方 在这四日发生什么事呢 当然 现在已经是埋葬了 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 这四日 是很特别的时间 当犹太人一个人 离开这个世界 死了之后 其实他很快 就要埋葬 即日差不多 就要放在一个坟墓里面 但是跟着下来 他们要用一个星期 去怀念这个死者 也有犹太人 好像中国人 会邀请外面的人 不单只是参加这个葬礼 甚至乎邀请一些人 去他们家 不停地哭 不停地哀哭 不停地做这些东西 令到整个气氛非常悠伤 而足足 他们要做七日 但是过了四日之后 有什么特别呢 对于犹太人来说 在犹太人的观念来说 一个人 如果完全埋葬了之后 四日 他在他们想 心目当中 是没可能再重生 因为他们一直以为 一个人死了之后 当他埋葬 他们的灵魂不会立即走 会在那三日 或四日之前 如果灵魂愿意的话 会回回这个区体 这个区体会重生 这个是他们一直以来的观念 当然不会发生 但是怎么也好 对于犹太人来说 当他们知道四日之后 这个盼望 是完全不会再有发生 不会再有复活的可能 对于犹太人来说 这个是绝对死亡的一刻 但是在这一刻里面 耶稣就来到他们的面前 可能耶稣有个意思 他让这帮犹太人 甚至乎玛利亚 玛大 虽然他们听了 耶稣很多的教导 但是他们有没有 亲身经历过 耶稣的大能 在这一刻 耶稣 可能因为这样 他要在四日之后 去到这个家庭 让他们知道 当他们真正绝望的时候 耶稣就来到他们的当中 胡亚说 一个人未完全认识 耶稣的大能 他们只有一个悲伤的结局 对于玛大 或者玛利亚 在当时的心情 他们是完全绝望的 因为耶稣没有来到 因为耶稣 没有回应他们的要求 没有在 拉撒路病危当中 来到他们当中 甚至乎 拉撒路已经死了 埋葬 在头那四日 在他们观念当中 拉撒路有机会 復活的日子的时候 耶稣都没有出现 所以 在众人的心里面 是绝对悲伤 甚至乎 在我们未信的人当中 当我们未认识耶稣的时候 每一个人 都会面对死亡 都是一个悲伤的结局 但是在一刻 神就来到改变一切 当耶稣来到他们的当中 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耶稣 就见到转机 为什么这么说呢 马大听见耶稣来了 就是说耶稣都没有去到他的家旅 或者一个坟墓的前面 就是听到耶稣来了 他就一个人出去 马里亚 他仍然坐在家旅 为什么会坐在家旅呢 没有人知道 可能实在太悲伤 因为好像刚才那样说 他们可能已经非常绝望 但是马大 怎么也好 知道耶稣 来到他们的前面的时候 他自己一个人 去到耶稣的跟前 他第一句说话 他说什么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的兄弟必不死 听到 都好像一个投诉 是不是 如果你早点来 我的兄弟 很多人相信这个拉撒路 是他们的弟弟 怎么也好 都是他们的亲人 这个兄弟 不应该死 就是因为你没有来到 他死了 而且你不早点来 你早点来 你就好像 那个女孩 或者那个寡妇的儿子 刚刚死的时候 一来到 他们就可以 好像之前你所做的事 你令到拉撒路可以重生 所以在这里 马里亚 其实 所说的是有绝望的心意 你若早在这里 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 当耶稣再找马里亚 小一点那个 他第一句又是说这个话 换句话 有些人相信 他这四天里面 就不停在想这个话 本来很大的盼望 接着来越来越失望 甚至乎有埋怨 甚至乎是绝望 因为耶稣 你来到的话 本来可以改变一切 为什么你迟了呢 为什么你迟了呢 在人眼中 耶稣好像是迟了 但是神所做每一件事 都有的时间 当然 马大和马里亚不知道 但是在门徒的之前 已经解释了给他听 他所做的一切 是要荣耀神 荣耀他的儿子 是有功课要学 神所谓不准事 其实神只不过按他的事 心意 他的时间 去做他的荣耀的工作 所以弟兄姊妹 有时候迟了 不一定代表是有问题 好像今天 我们迟了开始 为什么要迟呢 因为天气问题 如果我们早开始 可能在座 有些的大兄姊妹 没有机会 去听到 整篇的讲道 甚至乎没有机会 唱刚才 这么美好的 赞美的歌声 但是我们 因着时间的关 因着情况的关系 迟了 所以多些的大兄姊妹 能够赞美神 但是在这里 马大提出这个意思 神啊 为什么你不早点来呢 但是当然 在接着22节 他都有小小的信心 他说 就是现在 我也知道 你无论向神求什么 神也必赐给你 他不敢说 耶稣 你现在有能力 能够将拉撒路 从死亡当中 去复活 因为对他来说 这个是从来 都没有发生过的 无论是 在圣经以前的旧约 或者他听过的 因为已经死了四日 他只能够说 你向神求神 耶稣 你向神求 神一定会给你 好像一种打完抢的说话 或者一些安慰的说话 他口里面 其实他都不能够 有信心 神能够 兴起拉撒路 在这里 当耶稣 听到这句说话的时候 他没有责备他 其实也都给我们 提醒我们的一件事 有时我们向神说话 不需要去掩饰 我们心里面的感受 因为我们很多事情不明白 神想我们 将我们的心 完全去躺爱 甚至乎可能一些 埋怨的说话 神都愿意听 因为神是爱我们 这里 马大 即使去到神的面前 讲了一些可能 有少少埋怨的说话 一些不够信心的说话 耶稣基督没有谴责他 反而耶稣在他面前 讲出 刚才我所说的 一段影响我们基督教信仰 千千万万年 非常大影响的一段说话 耶稣说 你兄弟必然不复活 耶稣没有说 是啊 神会听我说的 让我想想 我应该怎么做 耶稣的回应 完全 是不是单单根据 马大所说的 耶稣的回应 完全按照 他的大能 完全按照 他的心意 你的弟兄 必然不复活 是完全有权柄 有信心 然后马大 所说的回应 都不是错得了 马大说 我知道在末日 复活的时候 他必复活 也都是在座 每一个信徒 都是我们所相信的 所以马大所说的 所以不是错的 但耶稣再跟他说多次 福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 必永远不死 你信 这话妈 在这里 耶稣再更加清楚 说出 他 为什么能够 将人从死里复活 因为他是掌管 生命的神 他是掌管 复活的神 无论一个人 在什么情况 只能够相信他 就能够得到 这个复活的恩典 复活的盼望 但最重要的 是愿不愿意 去相信他 在这里 马大的回应 主啊 是的 我信你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就是那 临到世界的 在这里 马大 都不能够直接说 我相信 但是 因着这个 这样的教导 马大 能够清楚 说出 耶稣基督的身份 他是基督 他是神的儿子 是临到世界的 可能对于我们在座 很多基督徒来说 这个没什么特别 但是 在当日 当时来说 能够认识 耶稣 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是一个 莫大的恩赐 耶稣很多时候 问过他的门徒 他是谁 或者其他人 说他是谁 一般人 以为耶稣 要是先知 甚至乎是以利亚 他问过 他自己的门徒 也都只有 彼得 很清楚说 你是基督 甚至乎 他们心目中的基督 是不是耶稣 所表现的基督呢 因为在犹太人当中 当提到 耶稣是基督的时候 他们心目中的基督 只不过是来自 神 来这儿建立 一个地上的 王国 重建 犹太人的王国 他们的心目中 这个基督 只不过是一个 政治的领袖 重建他们国家的光明 这个基督 跟永生 无关 这个基督 跟复活 无关 但耶稣 在马大的面前 让他学习 他是神所揀选的 这个就是基督 而基督 不是单单 在地上 作任何的君王 基督 是能够 掌管 复活 和生命 在过去这段时间 大家都听过很多 有用福音书的教导 如果大家能够记起的 你可能提到 耶稣称他自己为什么 生命的梁 世界的光 我是羊的门 我是好牧人 这些都非常之好 但都是在世的一些工作 令我们能够在人生里面有方向 能够知道 人生里面有神的带领 但是都不能够碰到一个最大的问题 生命之后是怎样呢 我们能够能够能够复活 在这里耶稣就表达到 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 因为这个故事的 这么特别 现在在八大利这个地方 有一个教堂 这个教堂有三幅图 纪念了玛大 玛利亚和拉撒路 在里面有一幅图画 就是开头的时候 大家可能未必看得清楚 就是耶稣一幅图画在里 下面有一句说话 这个是拉丁文 这个拉丁文就是说出 我是复活和生命 我是复活和生命 等着每当我们去认识神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 可以在人生里面带领我们 是世界光 是世界盐 是我们的好牧人 但是如果我们忘记了 耶稣是能够带给我们复活 带给我们生命 我们就缺少了最重要的信息 也深深会影响了 我们怎样跟随神 坦白这么说 基督徒 我们跟随神 如果没有这个复活的认识的时候 我们人生只不过追求 生活上比较好一点的生活 困难得到神的解决 只不过追求一个美好的人生 但是当我们能够有一个复活的观念的时候 一切我们都有永生的确据 有永生的观念 人生的追求 就会改变 因为人生里面 究竟得到多少 不是单单看在人生里面 发生的一切事情 而是有没有 永恒的价值 有永恒的意义 所以这个复活 对于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当中 是一个核心的信仰 而且我们知道 耶稣不单止是能够使人复活 最终 祂也能够复活 三天之后复活 虽然现在复活节未到 但是可以这么说 每年的圣诞节 不代表耶稣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不是说我们不应该 庆祝圣诞节 事实上 人世间里面 有哪个人没有生日呢 如果单单因为耶稣 来这个世界 就庆祝祂的生日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要庆祝 但是 我们庆祝耶稣的生日 因为耶稣 是为我们来这个世界 然后死在十字架上面 所以复活节 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 唯一 唯一的宗教去庆祝 在其他宗教 没有一个宗教会庆祝 他们的任何一个宗教的领袖 复活 因为没有发生过 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的核心 如果我们不找到这个复活 我们就会忘记了 我们的信仰的终点 所以在耶稣基督 去到马大马里亚面前 表达到这个这么重要的信息 当人最绝望的时候 一个尸体已经埋葬了三日 甚至四日 是不可能有复活的机会 但是耶稣就在这一刻 证明他能够将人 从死里复活 接下来 耶稣就去到这个坟墓的面前 他也都见到 马里亚 马里亚 刚才有刚才所说的 都说耶稣啊 为什么你不早点来呢 可以这么说 也都非常绝望 耶稣没有回应他 只见到他哭 还有见到很多人 同来的犹太人都哭 但是耶稣就说 心里悲叹 忧心忧仇 在这里这个句子 这个字 悲叹忧仇 不是代表耶稣 都很伤心这么简单 而是他这个字 代表他心中有一些愤怒 有一些不安 为什么会愤怒有一些不安呢 很多人揣测 因为下面也都是 第38节 他都说 耶稣有心里悲叹 让我再读多一点 给大家听 便说 你们把他放在哪里呢 他们回答说 请主来看 耶稣哭了 犹太人就说 你看 他爱者人是何等恩切 其中有人说 他既然开了 核子的眼睛 岂不能叫者人不死吗 当然我们不知道 这个人所说的 他的心情 他的语法是怎样 但是在这里 你看到 也有很多人 有怀疑 既然耶稣都能够将一个人 核眼的人都医治了 为什么不可以一早 让他不死呢 为什么要来到这里 大家 他想着 都已经死了 耶稣来 你做了些什么呢 所以耶稣有心里悲叹 没有人知道 耶稣为什么心里悲叹 但是 因为这个字 代表他心里面 一些的愤怒 一些的不安 有人说 可能耶稣觉得 唉 为什么那些人 听了这么久 都不知道 我究竟是谁 又或者有些 耶稣的悲叹就是 当他真正 当他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 他拉上了死亡 原来死亡 在他身边 他知道 是不需要发生的 因为神 创造天地漫漫的时候 人是不需要死 但是因为人有罪 才会死 所以他见到 本来是不会发生 在人间的事情 但是发生 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但是怎么都好 他心里悲叹 又有忧神 但是最重要的 是35节那里 耶稣哭叹 耶稣哭叹 这句经文 是在圣经里面 可以说是最短的经文 代表什么意思 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耶稣会哭 但是这个哭 跟其他的犹太人的哭 是很不同 虽然同一个中文字 但是原文不是 同一个中文字 同一个字 其他的哭 就很大声 好像中国人的 可能大家如果去过 中国人一些 传统的状例 哇,很大声 哇,又摇头 又坐胸 诸而除雷 当时那些人 就是做这件事 这是他们的哭音 但是耶稣的哭音 是完全不同 耶稣只是留下 留下一点点的眼泪 轻轻地在他的眼中 留下一点点的眼泪 虽然圣经里面 没有说出 但是因为原文的字 是代表一个 轻轻地留的眼泪 所以在这里 他有愤怒 他也有悲伤 但是怎样都好 让我们知道这件事 当我们认识这个神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的神是顾念我们 这个是很特别 刚才我们唱这歌 原来有耶稣 我们唱可能很开心 但是从行古到今 所有信其他宗教的人 都不能够有这份开心 因为所有其他宗教 他们认识的神 都是两个字 没有什么感情 特别当日的犹太人 住在的地方 其他人所认识的神 是没有什么感情 是不会看顾他们的人 不会为人流泪 只是一味要求人 去奉献给他们的神 在他们的观念 其他的宗教观念 神是不会看顾 但是在这里 让我们认识到 神是有感情 神是顾念我们 所以有几段的经文 也都是让我们明白 也都是提醒 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 到今天 仍然是顾念着我们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 他都拯救到底 因为他是长远活着 替他们祈求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去赞美神 我们的神 我们的耶稣基督 其实每一天 都为我们去祈祷 每一天都顾念我们 在罗马书也都说到 况且我们的软弱 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要得 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 用说不出来的 坦识替我们祷告 监察人心的 要得圣灵的意思 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 替圣徒祈求 我们信了一个非常之爱我们的神 英文来说 不要take it for granted 不要觉得是理所当然 千千千万万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 追求着他们的神 但是你问问他们 一句说话 你的神爱不爱你 你的神会不会为你祈祷 可以这么说 没有一个能够说出 他们的神会为他祈祷 弟兄姊妹 我们很有神的恩典 很有神的怜悯 我们信了这个真神 祂是为我们天天祈祷 不单止天天祈祷 我们的耶稣 是一个有行动的神 接着耶稣就同他来说 他不是单单在那儿悲伤 同他一起不停地哭 你们把石头拿开 那死人的姐姐 马大对他说 主啊 他现在必是臭了 因为他死了 已经四天了 犹太人的身体 死了 埋葬的时候 不会好像埃及人那样 扎到很多很多 虽然有少少 但是不是想着可以挨很久 没多久他们就会腐难 所以这个死人 就是拉小鹿的姐姐的反应 虽然刚才他们说 我相信你是基督 你是神的儿子来这个世界 但是原来他信心还差一点点 当耶稣说 把石头拉开 马大第一个反应 基本上说不要啦 很臭的 换句话说 他都未必知道 拉小鹿可不可以复活 甚至不想拉小鹿复活 因为很臭的 但是耶稣说 我不是对你说过 你约迅 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 在这里 耶稣清楚说出 他为什么做这些事情 一 要让人相信 他所说的事情 所做一切 第二 令到神 得到荣耀 最重点 当然 是人 要学习 去相信 在这儿 当日的人 在这儿 他们就把石头拉开 耶稣举目望天 说 父啊 我感谢你 因为你已经听我 我也知道 你常听我 但 我说者说 是为周围 暂着的众人 叫他们信 是你 差了我来 这次耶稣所做的一切 是希望帮助周围的人 认识耶稣基督 神所做的一切 在你的身上 也有同一的作用 让其他人都认识 神 是上帝的儿子 说调者话 就大声呼叫说 拉上路出来 那死人 读那一刻 若翰都说他是一个死人 就出来了 手脚裹着布 面上包着毛巾 耶稣对他们说 拣开 叫他走 在这里有些人 说出一个小小的笑话 可能有些人都听过 耶稣说拉上路出来 如果耶稣说出来 那怎么办呢 所有在坟墓里面的死人都出来 那就真的吓死人 但是当然 这是一个笑话 因为当然的坟墓 其实真的撞了很多人 不是撞一个人这么简单 是整个家庭 所有都是撞在里面 但怎么也好 耶稣说拉上路 你现在要出来 接着那些人要解开 接着要他可以走 在这里 最后一点很简单 復活的拉上路要出来 要解开 要走 简单几个字 但代表了一个很重要的教导 包括我们在内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虽然我们未经历过 从死里复活 这个这么奇妙 但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的身心灵都改变 我们都是从死里 好像受死归入基督 是受死归入他的死 我们都是经历了一种 从死里复活的灵性的改变 但是我们有没有 好像拉上路那样 出来 我们很多人已经得到这个复活的认许 甚至乎已经接受这个洗礼 但是我们是不是一个新造的人 好像拉上路 那么听话 离开我们的过去 离开我们的罪 去到人的面前 将耶稣基督去显露出来 还是我们仍然在一个坟墓里面 一个属灵的坟墓里面 将耶稣一切的恩典 就是自己的享用 没有令人去知道 神所赐的复活 不是让人留在坟墓里面 拉上路复活之后 耶稣要他出来 拉上路复活之后 要其他人去相信 要解开 要看他一个重新复活的人 当然我们相信 圣经没有说 是不是还臭不臭 有没有烂肉 我不知道 但是当日的人 需要相信去解开 也都相信拉上路 甚至乎他身体上面 可能的腐烂 都是没有了的 他不是留在这个坟墓当中 我们也都不可以留在 我们的属灵坟墓当中 因为耶稣给我们的复活 是什么 首先 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 也要将身灵放在他们里面 又要从他们育体中 除掉石心 刺激他们育心 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 紧手遵行我的典章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这么说 这个世界上 可以很多人 说他是基督徒 甚至乎可以很多人 接受洗礼 但是他不愿意 去聆听这个新的心 他不愿意 去跟随耶稣的教导 他不愿意 有合一的心 他甚至乎不愿意 做神的子民 更加不愿意 神作为他的主 他们只是喜欢 永生的礼物 又谁不想呢 永生啊 不用死啊 但是 神给我们的永生 不是单单不用死 你会见到 要有一个合一的心 要有一个新的心 要跟随神的典章 要做祂的子民 如果你不是 有这个心志 我们只不过 是 有永生 就永远活在 在我们的宿灵的坟墓当中 无出来 无让人看见 耶稣所致的复活 在二十八所书 也同样的东西 就是脱离从前行为上的救人 这救人是因私欲的迷惑 漸漸变坏 要将你们的心志 改换一身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 有真理的人意和圣结 当我们说 我们已经是得圣 借着耶稣基督 得到永恒的盼望 永生的盼望 不是单单想起将来 好像刚才我们说的那句话 天国再见啦 这么简单 而是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 生命有改变 会遵行神的说话 有一个新族的人 这个新族的人会怎样呢 大家看看 拉撒路是怎样的 因有好色犹太人 为拉撒路的缘故 回去信了耶稣 可能就是这么简单 拉撒路重生之后 当然最终他是死 他再会死 但是他有永恒的 永生等着他 但是当他从这个坟墓当中复活之后 圣经说 因为有好色犹太人 为拉撒路的缘故 回去信了耶稣 即使拉撒路 主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 看《书上福音》十二章第十节 因为拉撒路的复活 当日的祭司 犹太的领袖 甚至准备谋害拉撒路 我们不知道结果他们有没有谋害他 但是怎么也好 神是知道 神知道他兴起拉撒路 对拉撒路来说是一个危险的情况 但是他所做的一切 耶稣说是要荣耀神 圣经也告诉我 因为拉撒路的缘故 回去信了耶稣 弟兄姊妹 我们会不会是这样呢 我们会不会只是重生 只不过仍然活着在宿灵的坟墓 还是我们在人生里面 当我们真的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在我们的人帮我们写我们的回忆的时候 会不会有这句说话呢 因为有好声 什么什么人 为大家的名字的缘故 回去信了耶稣呢 弟兄姊妹 今天这个故事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很多次 也都很明白 耶稣藉着这个故事 显露他 这个复活的大能 也都因为这个故事 因为耶稣的应许 因为耶稣的大能 和他自身 他复活的经历 让我们 深深地跟随耶稣 但是我也相信 耶稣不是单单想我们 享受这个复活的礼物 仍然停留在宿灵的坟墓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能好像拉斯路一样 要出去 要解开 要走 走到人的面前 让人知道 神在我们生命里面 作了任何事情 让人去相信耶稣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的天上的包库 我们感谢你 给我们有机会 能够去认识 我们更加比昔日的 犹太人 马大 马里亚 更加幸运 因为我们 经历了 耶稣基督 复活的大能 见到耶稣 从 坟墓当中 三天之后 死里复活 让我们能够有 这个美好的恩典 凡相信 耶稣 是神的儿子 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神是我们感谢你 但今天早上 也都要提醒我们 要好像拉斯路一样 将这个 这么美好的教导 美好的恩典 带到 这个世界当中 借着 耶稣基督 在我们身上的故事 身上的作为 在我们身上的大能 身上的奇迹 用更多人 认识 我们的耶稣基督 作他们生命的救主 求神帮助 帮助我们 不会留在 这个宿灵的坟墓当中 愿意走到这个世界 作今天的拉斯路 我们这样的祈祷 奉我主 耶稣基督之名而求 Amen 对